海外网12月4日电,据白宫消息人士称,未来几周内美国将推出新国家安全战略,主要内容涉及针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政策。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新战略将考虑到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俄罗斯在西方的宣传、国际恐怖主义、伊朗政策和朝鲜核武器威胁等。 从2017年3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赫伯特·麦克马斯特·赫伯恩西·莫斯特就任以来,新战略的制定工作便已开始,就在上周特朗普的多位负责国家安全问题的顾问就新战略进行了讨论。 麦克马斯特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强调,白宫已制定美俄关系战略,他表示,我们需要对抗俄罗斯破坏稳定的行为。 现在的局面令人不安,西方民主整体上遭到了破坏,美联邦调查局和国会正在调查归咎于俄罗斯的干涉美国选举以及特朗普的疑似通俄。 虽然白宫和克宫都对此予以否认,俄罗斯曾多次否认这一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的指责,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这些指责毫无根据。 此外,路透社消息称,隶属五角大楼的导弹防御局MDA正在美国西岸物色地点准备部署萨德导弹防卫系统。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导弹防御战略部队小组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罗杰斯M。 Ike Rogers向路透社表示,导弹防御局MDA的目标是在西海岸地区安装额外的防御系统,现实唯一任务是物色最佳选举。 而导弹防御局海军少将副主任契尔John Hill在一份声明中一口否决,他说美国导弹防御局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在西海岸建设终端高空防御系统行持的任务。 自行研发萨德的军工具头洛克希勒·马丁则拒绝作出评论,但强调已准备好配合政府和导弹防御局的所有国防计划。 据悉部署防御系统的预算并未有列入2018年度国防预算中,显示当局仍未有具体部署计划,最快明年过后预计才会落实部署。 对于美国考虑在西海岸部署萨德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2月4日回应称, 第一,我们多次强调,目前朝鲜半岛局势处于高度敏感的状态,希望各方都能保持克制,多做有助于半岛局势缓和的事。 第二,关于反岛问题,中方的立场非常明确,反岛问题事关全球战略安全稳定与战略平衡, 希望各方都能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慎重处理。 海外网朱惠岳责任编辑张迪